本节开始,我们一起读一下 你们中间有仇苦的,他就该祷告 有喜乐的,他就该歌众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犹抹他,为他祷告 出于信心的祷告,祷祷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你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意志,二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圣情的人 他恨次祷告,求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 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 好,我们祈祷一下 亲爱的天父,多谢你,欢迎你 求你打开我们的生活,为我们学务你,感激你 感激神你的大恩大爱,为全心跟从你行你的路 求你打开我们的生活,欢迎耶稣 求主赦免一切的罪,帮助我们的心归向你 心喜悦你,喜悦你的怀疑 祈祷奉主耶稣圣名,安活 好,今次这里说到祈祷 信心和祈祷 这里说到你中间有受苦的,他就该祷告 有喜乐的,他就该歌颂 有病的,就请教会奖务 奉主名用油,为他祷告 这里说到祈祷,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们用开这个 发扬神属性查经法,即是将神的属性发扬出来 说出神的属性有多美好 所以在这个经文,神的属性在这里是没有明显写出来 但是有在这里,神的什么属性在这个经文看得到 他会听祈祷 是的,他会听祈祷 还有呢 这个根据《全本圣经》去看,跟这个圣经有关的 他会听祈祷,还有什么呢 他会为人医病 是的,他会为人医病 好 其实呢,一个最基础的,在医病去听祈祷 就是他是想祝福人,即是全面性祝福人 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刻印象 为什么呢?因为全面性祝福是比较医治更加重要 有些人医好,譬如10个达牙蜂病人 有9个医好,但他没有回来感谢神 但有一个回来感谢神 医好不一定改变 有些人医好,其实在这个世代也有很多人医好 但他们不是每个人听话 反而是爱耶稣,就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我们第一样看到,神是整个人想祝福 其中一个是医治 所以你们有受苦,就该祷告 这里看到神的属性是什么呢? 神的属性 即是跟他有关系的 有受苦,你就祷告 即是神会怎样? 他有受苦,就祷告 即是神跟受苦有什么关系呢? 神不想看到人受苦 他会安慰 是的,他会安慰,医治帮助 等人的心轻省起落 帮助他脱离这个苦境 其实苦就不只是肉身的苦 其实心灵的苦是更加严重 譬如说,保罗被人逼迫 其实初期的仕途 很多人都是被人判死刑的 应该就很惨 但是他们会很有力量 因为他们是看神的救恩和能力 就算判死刑,他们都不解 现在有些基督徒在一些国家 没有宗教自由 被判死刑,因为他们信耶稣 所以神能够叫我们受苦中 得到力量起落 但神可以将人的痛苦减少 但未必一定都没有了 因为在《弗洛比书》一章二十九节里说 令女儿,我说不到 经常是想苦没有了 那些苦没有是好的 神将这些痛苦拿走是好的 但有时的确痛苦会凝固存在 有时受苦祈祷土 那你就看你怎样心 心里想着耶稣现在上光 那就会祈祷土 你好 你很久了 你拿一本圣经出来,手机有没有圣经 你去到圣经那里,不能等到有其落 你去到圣经那里,不能等到有其落 OK,好 你找到《弗洛书》五章十三节 即是说神能够在痛苦中医治安慰我们 这是第一 他已经说拯救我们,改变我们生命 这是第一 然后他在痛苦之中能够减轻我们的痛苦 如果有一天我受逼迫被人出去坐牢或鞭打 我心里一直想着耶稣 求神将这个痛苦拿走 可以在打的时候不痛 或者就算痛也好 我一直有神的平安力量 就不介意这个痛楚 心里面有一种这样的心态 最好当然我们就说一世人都是顺利 但是的确人是会有不顺利的情况 你可以坐前一点 坐前一点 你拿圣经《雅各书》五章十三节 OK,好,接着第十四节 这条还没看完 他就该喜乐 有喜乐的他就该歌颂 即是有什么开心的事呢 顺利的事呢 我们就感谢神了 其实感谢神是越来越喜乐的 我试过这样 有人祈祷 然后他的病情很严重 他一直喊我一个聚会 有一节有一个聚会 他一直喊我 但我是在广面道 我才为他祈祷 他有时痛又喊 到祈祷的时候 我也不想先为他祈祷 因为我都要用时间和他祈祷 我就为了其他人祈祷 我叫其他人帮他祈祷 由其他人我才和他祈祷 因为我知道需要一段时间 他痛到喊 痛到喊 他有癌症 那在痛的时候 我和他祈祷 我就问他 我说你有没有 你觉得怎么样 他说減轻了痛苦 我说你感谢神 他一感谢神 他说现在不痛了 他出路很辛苦 我说你可不可以出来作见证 可以的 他说出来作见证 原来人感谢神 神的同在就加强了 所以有不舒服的时候 你如果找不到 你和他看圣经 你坐在他旁边 我不是说你 说他 和他一起看 OK 好 好了 有喜乐的事 你和他找 他可能不懂 OK 你让他看 一起看 两个一起看 不要找 一起看 好 好了 有开心的事 就应该歌众神了 有病 就请教会长老 奉主的名 用油抹他 为他祷告 这是说到一种的祷告 用油抹他 在马方十六章 就说到 守岸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而在马方十六章 就说到 十七节 信的人 没有神迹除了他们 就是奉我名赶鬼 和守岸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即是说 我们是可以有权兵 为人按手 是谁呢 是信的人 大圣经也有说到掌路 即是说 在教会里面一些的领袖 他们真的在神里面有好的关系 他们都可以更有权兵 为人祷告 但是呢 其实过基督徒都应该可以为人祷告 这里说到 你有病 你可以找长老来和他抹油 为他祷告 这里跟着说 十五节 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这里说到祈祷如何可以得意志 有信心 有信心是信哪个 信神 很重要的是我们信的对象 不要信错了 什么是信错了呢 有些人信牧师 我会知道的 牧师祈祷可以有大的能力 不过千万不要信牧师 因为你信牧师 你说牧师祈祷就行 我祈祷就不行 那你信了个人 我们不是信那个人 牧师也没有能力 牧师的能力都是因为亲近神 所以神的同在 跟我们一起 所以我们就不要信牧师 不过应该信任牧师 如果牧师是可信任的 信神 我们看不到神 但是信的对象不一定是神 那是玩牧师的 你玩牧师 是你信任牧师 但你不是信靠牧师 信靠牧师 就搞错了 信神和牧师 不行 不要这么说 信神不是信牧师 你可以信任牧师 信任得过他 不过你信牧师 牧师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的 神也不让我们见他的 见不到的 但是人人都有权并的 人人都有权并的 你不要把信心放在牧师 或者有些报道家 很有能力 不要放在他身上 放在耶稣身上 但是那些神 那些灵 不是在你身上吗 是 但是你的信错对象 你信了个人 信了个人 即是这样 你信电制 电制是有电的 但电制的电 不是电制出的 电制只是一个制 它电的乐园是电厂的 你相信电厂可以给电 那你拿着电制 没有电的 放在那里 也没用 即是能力不是在电制那里 而是在电厂里 神的能力 就不是在牧师那里 而是在耶稣那里 所以你有信心 一样可以有神迹 其实有很多人 你知道现在这个世代 很多平信徒都有满有神的能力 有些几岁大 9岁大 在网上有的 在英文比较多 祈祷的人得医治 其实小朋友都可以 有信心 是的 有信心 所以我们知道 信是谁 信耶稣 千万不要说我信牧师 是信耶稣 信耶稣 即是说 神的属性是什么呢 他很想祝福人 很想帮人 我们信呢 就拿到了 我用一个比喻 譬如说 有人 你去茶楼喝茶 怎知发觉 不记得带银包 那你就见到一个朋友 那朋友呢 就说 我和你出钱 那他跟着呢 他和你出钱 那你就信得过他 那你就会怎样 出去的时候 你就不用怕了 因为他和你给了钱 就信得过 那耶稣就是这样 耶稣和我们给了钱 就是给了这个罪的代价 他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信得过他 所以信了以后 那对象是耶稣 是满有能力和恩怜 他已经为我们负罪了 他又为我们受鞭伤 叫我们得医治 我们看圣经先 可以一起 你揭开圣经 是《假角书》五章 现在呢 是看到第十五节 出于信心的 祷告要救纳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他若犯了罪 便必无赦免 即犯了罪 神都会赦免他的 当他祷告守身 可以医治 至于为什么有些人不得医治呢 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那就不同的解释 但是圣经也有例子 有说到 有人是 很爱神都不被医治 比如 保罗都有 提摩泰 又屡次患病 可以稍微用点酒 特罗非摩 也有 尼巴弗提 又是有病 尼巴弗提 几乎要死 但是圣经也有说到 神有医治的能力 那我们呢 是相信 我们就不要说 神啊 你一定要医我 你不医我 我就不信你了 即我们不要用这个心态 我们第一 信耶稣救我们 但是耶稣医治呢 有很多因素 因为有时候人的信心 都可以影响他医治 他比他好 他常常都很担心 负面 情绪 他都很难得医治 因为他的思想混乱 不信靠神 但是思想 单纯信靠神 是会 即是神的医治更加容易 譬如我六十七岁 我都不用戴老花眼镜 我曾经的关節痛过很多 但现在又不痛 即是很神奇 即是我全身很健康 很有力量 那就是跟神关系好 神是会祝福的 但我们都不能够担保 即是譬如 每个人死之前都会 身体内藏和其他部分 开始变坏 即总有些地方变坏 即我们不会永远在地上 好像天上 但神是有医治的能力 即我们相信祂有医治的能力 但是我们 我想问一问 我刚才说 姐妹提到 牧师的能力 牧师的能力 他的因高大些 因为他亲近神多些 所以他医好的可能性会高些 可以这样高些 我会这样说 亲近神的人 就越是有神的同在 越可以更多醫治 但是有時候 有些牧師都不一定是 未必一定是 聖靈的能力更強 而且有些牧師都不太相信醫治 還有很多牧師 沒有按照聖經所講 我聽說牧師和傳導人是神使用的 是神使用 不過世上有些牧師和傳導人 是不會期待醫病的 你有病 他也要祈禱 但祈禱祈禱 例如上台去祈禱 今天某月有什麼病 阿炳、阿丁有什麼病 我們說祈禱祈禱 祈禱祈禱是不會期望 他得到醫治 只是在台上講完便會期完 沒有問他 祈禱祈禱有沒有好一點 他不會問的 沒有期望他今天就會好 他只會說 神某時某刻或者醫治你 但的確聖靈充滿的人在祈禱 很多人經歷聖靈 即時覺得舒服、平安、興省 或者立即得到醫治 所以我們相信神的大恩 就不是相信那個人 因為有時牧師也未必是有醫治的能力 其實各個都有權兵 會不會有機會神立即收回一些東西呢? 例如我也是一個馬刀立刀的特會 就說誰想他的眼睛得意自然間 我立即脫下就這樣 我就憑信心 全部人在一起的 整個會場 然後一閉大眼 真的很遠的東西也看到 很近的東西也看到 但是呢 因為特會結束之後 我又開始蒙回來 回到家裡又開始蒙回來 好像習慣性一樣 放回眼鏡去戴 會不會慢慢慢慢有 是那個時刻 那個時刻是否真的不需要戴鏡 是啊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可能就是神的同在 但是你可能不懂得保持神的同在 因為都是很重要的 即是說祈禱得意志 或者祈禱得到什麼幫助呢 我們繼續保持那個禱告 和神的關係好 你都保持 不要這樣教 一路去到遊灣仔 一路回到家裡 都不用戴著 都不記得了 是 即是這種情況 我也聽過的 即是我來說呢 我覺得在世上 我們 因為就算保羅也有病 所以我們不能夠擔保人 他一定得醫治 但是我們相信神有醫治的能力 所以我們可以放心為其好 深信神的大力 但是我們不能夠擔保 即是你有信心 可能那次你一路繼續保護 又可以得到醫治 但是呢 其實不一定要那個聚會 即是不要將 即是有些人就信任 那個聚會 那個報道家很厲害 我們信任不要在那裡 而是我信任我親近神 我都可以 神都可以醫治我的 但是我們不可以 英文用Demand 即是我要 要求 我要神 一定要醫治我的病 我們不可以Demand 不可以要求 但是我們可以信靠 但聖經又說 耶穌是醫病和講鬼的 是 看過聖經 是有這樣說到 是的 但是聖經也有說到 有些人的確沒有被醫治 即我們兩樣 沒有被醫治 沒有被醫治 即他又不是 他又不是一路 我們不懂得解 因為聖經有這樣說 譬如保羅都說 他初次傳福音去加拉太 因為他有病 你聽我說現在那幾個人 一個就是保羅 第二就是提摩泰 他的熟練的兒子 也有屢次患病 可以稍微咬走 以巴弗提 幾乎以至於死 在菲律比書有說的 還有特羅菲摩 都是和保羅一起 這三個人都和保羅一起 我們不能夠 保羅就是神的很重用的試圖 將福音帶到很多地方 也都聖經新約 很多卷書都是他所寫的 他得到啟示的 即我們的重點 不會放在醫治 重點放在耶穌的救恩 耶穌的愛 耶穌的祝福 但是我們都相信神會醫治 而你越開心越平安 人的醫治的機會越高 和身體越健康 我自己都見過 那些東西救到你好不虛心 那些待會我們先輔導 我們先看聖經 我們先看聖經 不要注目在病 注目在耶穌耶穌和我一起 注目在病 就會沒有病都會變成有病 有病更會變嚴重 為什麼呢 因為很煩 煩惱呢 你明白 因為神做我們的身體 聖經都說了 它是憂傷的靈時骨灰光 即我們的身體適合開心快樂 為什麼開心快樂 因為血管和神經都流暢 人自然舒服一點 很簡單 如果剛剛被人罵完 或者剛剛有件傷心的事 剛剛被人炒肉丸 吃飯都不想吃 而且馬上胃反胃 因為有人睡覺睡不到 原來情緒會影響整個人 所以我們盡量說 神會幫我的 我就信靠神 OK 我們盡快看完這些 而講到一句 第十六節 你們要彼此認罪 互相代求 使你們可以得意志 即是互相認罪 這個特別是講到 當我們得罪的人的時候認罪 你向其他人認罪 譬如說有些罪公開的 我們向教會公開認罪 是不好的 不過 亦都看情況你的對象 有些人呢 他會 即是 和那些事無關 你不需要將你以往所有的罪 告訴他 因為你告訴他 他可以成為一個攻擊的對象 但呢 如果得罪的人 我們應該向他認罪 也有些罪是得罪教會 或者是公開的 我們可以公開的 公開認罪 但呢 我意思是說 有時有些人會濫用這件事 互相代求 互相為其他人祈禱 就可以得意志 即是原來同神關係好 他人得意志 然後 接著呢 第十六節下半部 二人祈禱所發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所以這裏講到 就是一個同神關係好的人 二人聖經所說 第一就是 有耶穌的公義 赦免的罪 第二就是 聽耶穌的話的人 這樣呢 祈禱是大有功效的 我們都可以 不要以為不可以 在我開始有祈禱得意志 我經歷聖靈很久 我都很驚訝 祈禱就立即有人得意志 那時候很驚訝 以為聖經時代那些是過去了 因為教會那時候沒有說 怎知道 自從那一節之後 就事事都有意志 這就看到 原來神可以使用我們 好了 接著說 伊利亞和我們一樣的聖情 為甚麼呢 她曾經求死 她求死 原來她也有情緒的問題 她害怕 但當她信靠神的時候 她祈禱三年零六個月不下雨 接著呢 祈禱又下雨了 她一路看那個雲 她說很驚訝 她那個仆人說 很驚訝 好似手掌那樣大的雲 她說快點走啦快點走啦 她的雨來了 然後 接著 下雨下得不得了 即是 她跟我們同樣的聖情 她都可以有祈禱的能力 即是說能力從哪裡來 神有全能 這裏所說的就是 神有全能 誰信靠她 不是那個人有能力 是同神相通 就有能力了 這裏說到她三年六個月不下雨 她又討告天又降雨 地又出土產 我們看這兩節 我們下次就會開始查《以乎所書》 因為《以乎所書》 其實是很豐富的一件書 我們在弟兄們 你們中間一起讀 你們中間若有失迷真道的 有人使他迴轉 者人該知道 叫一個罪人從迷路上轉回 便是救一個靈魂不死 並且遮蓋很多的罪 這裏就講到 如果有人失迷 就叫他迴轉 一個使罪人從迷路迴轉的人 就救一個靈魂不死 這裏就是講到 神好喜這個人 失迷是怎樣的 即是迷失了耶穌 沒有救恩的 即是他之前不認識耶穌 總之不認識神的就是迷失 或者知道耶穌 不過沒有跟從耶穌 都是失迷 即是沒有跟從耶穌的人 即是沒有跟從耶穌的人 即是原來我們將一個 失迷的人 無論他未信 或者他信過又離開了 回到頭 都是一件神好喜悅的事 即是神的屬性是甚麼 他很想人得救 是的 他很想人得救 你非常好 你很快說得出來 即是主 你很快明白到 就是神的心 很想救人 即是甚麼經文呢 即是神會欣賞他 神會欣賞他 又會祝福他 加烈能給他 救了一個靈魂不死 即是一件很大的功勞 為甚麼呢 功勞的意思不是 即是他賺到甚麼功勞 而是很好的好事 做了一件好的事 並且遮蓋許多的罪 問題就是 到底是他的罪射免了 還是因為這樣 所以這個罪人的罪得射免呢 這個遮蓋許多的罪 有些人會直覺以為 遮蓋許多的罪 即是說 他做了很多錯事 他救了一個罪人 他的罪都射免了 是不是這樣呢 因為聖經沒有這個意思 聖經不是說 你做好人 神會射免你多些 聖經是 即是說 是耶穌射免 所以遮蓋許多的罪 射罪一定是從耶穌而來的 遮蓋許多的罪是甚麼意思呢 這個人本來有很多罪 但因為他救了他 因為他的罪得到遮蓋 耶穌射免他 所以他救了一個人的靈魂 並取了他的罪得到 那個人的罪得到射免 即是一個很大的祝福的人 也看到神的屬性是甚麼呢 欣賞人去救人 欣賞人去祝福人 我們總括這件經文 神有甚麼屬性呢 他是很想把禮物給人 很想祝福人 很想醫治人 當我們有信心 是可以得到各樣的祝福 是神想先的 所以我們在祈禱的時候 千萬不要說 很慘很慘 快點快點醫 而是說 神很想祝福我們 我們可以放心 可以輕鬆 做基督徒做得輕輕鬆鬆 開心心 人就更加得到神的祝福 二人祈禱就是一個信靠神 親近神又遵從神的祈禱 是大有力量的 而能夠將罪人挽回 是一件很好的事 神是歡喜的 因為神的屬性就是 他很喜歡救人 很喜歡憐憫人 很喜歡去救人的人 神是很歡喜的 所以我們看聖經 第一看到神多美好 神是很想祝福的 所以我們每天祈禱 多謝天父 感謝神 你一個人開心 有時那些人就發覺 一開心 有神的同在 身體都會很轉 神的同在 這不只是心理作用 譬如有些人跳健康舞 他都不會得到這樣的 健康舞 未必得到這樣的意志 但有耶穌 他的同在 是會叫我們得意志 不過神都使用喜樂 你一個人開心 就更加得到意志 好了 我一起祈禱一下 聽我顛覆 因為你是 所有恩典的來源 是因為有你 所以我們有各樣的福氣 是因為 你就是一位私恩的神 我們有你就滿足了 求主你私恩祝福我們 經文看到你的美善 看到你的美好 又看到你的大能 看到你的聖結 我們就聽你的話 遵從你一切的吩咐 活在你的恩典裡面 你的計劃之中 時事愛神 感謝神 相信神在我生命中 要做更大的工作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我願意祝福 我願意祝福 我願意祝福